欢迎来到88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诚意 李一同主演的古装剧《英雄志》首播时间仍是2024年 期盼吧 经过一年的封禁 与杨颖身线看秀风波的张嘉尼 最近也全面解除了相关社交媒体的禁言 个人付出无疑进入了倒计时阶段 然而 根据杨颖早些时候回来的略显尴尬的情况 即使张嘉尼能在后续回来 她显然也无法回到自己的辉煌 毕竟 由于看秀风波 张嘉尼的人气和声誉已经耗尽 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恢复 事实上 网友们并不太关注张嘉尼是否能全面回归 相比之下 她的解禁和付出显然是一件更令人惊讶的事情 让她参演《英雄志》重燃开播希望 众所周知 由成毅、李一彤、张嘉尼、肖顺瑶主演的古装剧《英雄志》 已经有了很高的热度和人气 即使在拍摄开始时经历了所谓的备案风暴 官方微博也没有官方宣布阵容和发布物料 但整部剧的播出前景一直非常出色 此外 在剧中担任女二号的张嘉尼之前的风暴也影响了整部剧的开播进程 一度陷入了无人关心的尴尬境地 但现在张嘉尼的解禁显然让《英雄志》扫清了播出前的最后障碍 首播可能只是时间问题 凭借《英雄志》原剧的实力 再加上成毅、李一彤等主演更高的人气和抗拒能力 一旦开播 也可能掀起新的追剧狂潮 首先《英雄志》是一部融合了江湖武侠 朝廷权谋 战争等诸多元素的作品 他讲述了许多英雄豪杰在乱世中 经过各种磨练最终实现家国暴富的精彩故事 从之前的首版预告片来看 整部剧有着非常出色的浮化道 很多战争场景的呈现也非常准确 再加上剧情节奏紧凑《英雄志》 无疑有着非常出色的制作水平 尤其是在动作剧方面 堪称同题材的新天花版 此外 由诚意和李一同领衔的演员阵容也充满了吸引力 作为男主角 诚意是目前最受欢迎的新生代小生之一 他出众的外表 扎实细腻的演技 出色的古装驾驭和动作表演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记忆点 这一次 他再次出演了武侠剧男主角 还有更多的朝廷场景 诚意显然迎来了新的挑战 在预告片中 诚意穿着红色盔甲浴血沙迪的画面令人眼花缭乱 整体表现非常出色 扮演女主角的李一同是《九十花》中的佼佼者 凭借甜美出众的外表和出色的演技 李一同在许多古装剧中表现出色 这一次 作为诚意剧中的官方搭档 白粉相见的服装也是美出了一个新的高度 他们在剧中有很多情感剧 这让人们非常期待 此外 其余的肖顺瑶 包上恩 柳云龙 郑叶成 王千元 整个英雄制演员阵容的厚度和综合实力 显然非常强大和优秀 从主角到配角都是清一色的实力派 这进一步提高了剧集的实力和竞争力 因此 张嘉尼解禁后 无论英雄制是否会将其细分进行删减 只要它不影响剧集的正常播出 都可能是可以接受的结果 毕竟 凭借英雄制和诚意的实力 播出热显然是肯定的 更重要的是英雄制 在豆瓣上标注的首映时间仍然是2024年 这无疑是有一天空降突然播出的可能性 届时大家可不要太惊喜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